大家好,我是虎客网的小张老师 今天这节课主要为大家讲解Skychub制作协和模型 其中重点是直线工具的使用 难点是材质工具的使用 素材和原文件可以在视频右侧点击黄色按钮下载 接下来我们开始学习Skychub制作协和模型 我们选择推拉工具进行一个距离的推拉 修改我们的显示模式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再次使用矩形工具绘制一个矩形 右键选择创建群组 选择推拉工具 推拉一个厚度 我们使用旋转工具 对它的距离进行一下旋转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打开我们的牛皮纸材贴图 为我们的模型施加一个材质 在编辑单中选择它的长篷高 进行一下设置 随后我们再次选择矩形 继续进行绘制 我们向内进行偏移 偏移30的距离 随后我们进行辅助线的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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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我们使用直线工具继续我们辅助线的绘制 使用橡皮擦工具擦除掉多余的辅助线段 所有型的推拉工具向外进行一个推拉 推拉出我们模型的一个细节 我们右键选择拆分进行线段的一个拆分 然后依次进行连接 我们再次捕捉端点 进行直线的绘制 好了 此时我们的模型就已经创建完成 本节课程讲解完成 学设计上虎课网